字幕志愿者 李建築 欢迎订阅 欢迎光临新闻一走 欢迎大家品档来座 谢谢我们四位好朋友 谢谢 马通的寻求连任 列出了一长串的正机表 但是他的支持度 却跟蔡英文 一直没有办法拉开 连日本的记者也认为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谜题 其实根本上的原因 大概就是 蓝营的支持者 还是没有归队吧 但是国民党的荣誉主席 吴伯雄对于这个现象 给了答案 只有两个字 叫不爽 就连亲民党的主席 林宋楚瑜也因为不爽 现在亲民党也要重新的开张 要向国民党来宣战了 所以到底不爽些什么 我们今天可以打开天窗 说亮话 我们就先从这个 十八拳的国民党的一个大会 先来观察起 这个大会听说 空前冷清 我想先请教一下 韦君 你有观察到 是一个空前冷清的局面吗 我觉得所谓冷清 要看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学校里面在上课的时候 有的时候外面学生很多 那教室里面人有没有很多 老师要点名的时候 全部都进来了 那如果说 在忽然间说 那你们都没有来上课 有有有在这边 那现在人呢 人在外面现在在处理重要事情 在聊天 那么今天这个 他有很多的民调 在报纸上想到 就是说 有关于现在马英九的人气 到底怎么样 那这个中国时报里面写到 就是说 他们访问了这个 不愿意具名的某高层人士 表示说 这个全代会之后 马英九脸书的流量激增 按赞的人数呢 从每一则七八千 变成一万七八千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马英九的脸书刚开张 我最近刚好做个研究 因为最近不好意思 有的时候跑去做研究权 那这个一开张的时候 马英九脸书 刚开始的时候只写说 忙碌了一天之后呢 看到这么多好朋友加入 按赞多少人呢 五万三千人 现在一万七千多人 这个叫很多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啊 很多在这个 马英九在思考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的时候 对蓝营传统的支持者 在想什么 是不是已经疏离了 因为这个跟上一次 马总统被提名的时候 那整个的一个气势 我记得那时候 好像在桃园的巨蛋 那个整个的场面热到不行 就是最大的一个希望 能够夺回政权 那种的场面 跟那种团结一心的 跟这次十八全来讲 它确实是有些不一样哦 所以廖老师 你的观察呢 我想这个时空环境 也差别很大 上一次大概是2007年 那时候是国民党政 等着回来执政 那因为回来执政 大家在 那时候是民进党执政 所有的国民党人 从老的到小的 从资深的 以前做过这个大官大决的 这些人都没有资源 所以大家都既往回来 所以那个气氛 还有那种希望 是觉得 哎呦我们被民党 荼毒到这个样子 我们一定要回来 所以那个容易凝聚 可是现在看看 已经是2011年了 民党要再选 满久是执政 国民党在执政 可是呢 当时没有分到一些人 现在还是没有分到 其实还是没分到 所以而且也知道 即使现在去抱他大腿 也还是分不到 所以那个气氛格外不同 哎 因为这个层次已经知道 哦我送你回来了 但是执政的结果 你有些人在吃香喝辣 那尤其是以前吃香喝辣了 期待执政以后 可以回来吃香喝辣 可是是没有执政的了 所以让你觉得 这样这种 你可以看到很多大网 是特别有这种感慨的 就是刚刚伟群讲的 就是说学生在教室外面 点名的时候进来 他就表示什么 硬个毛 硬个毛 所以表示你们老师们 老师的魅力 而且也同时 不足以往 老大观察呢 其实第一个 如果说吴国雄这几个大佬 他们不满 就国民党不必紧张 如果这几个立委考虑选票 也不必紧张 但是重要的是 一千多个党代表 他们不是冷清 是冷漠 这个是大家就 他就必须要小心的 因为2008大家是一个希望 整党这个气要起来 可是你在一弄的时候 然后呢 马英九上来的时候 他觉得他的人气很旺 其实我们常常讲 搞文宣的就是气球 吹起来很好 如果等那个气没有 你什么都没有 搞组织的就是一个钢架 你不管怎么样 他还可以撑出一个场面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 就把整个组织系统弄散掉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形 携手是来形容 国民党开18拳 场面冷清是空拳 以前没有过的 马屋门外走台前 握手激情不如前 以前从门口 预计在我过去讲 那个距离要20分钟以上 这一次不到三分钟 走完了 就没人跟他围着握手嘛 以前握手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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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情没有 没有没有 然后台上拼命喊当选 对 然后台下能言打合签 哇 他也不能讲不当选 假装还在打磕欠 然后反正当选不当选 马都不抗我一眼 这真正的原因 最后这一句话 你当选不当选 你根本就不抗 我们当时帮你拼命 帮你拼命 结果你旁边的人 我不要讲哪一个 我亲口听到的 说说什么 鸡不叫太阳照常升起 没靠什么人 对不对 那你这个都对啊 你知道 那就让你自己去选 给大家什么感到 那现在 现在鸡在叫太阳也不升怎么办 嗯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大家的心情 我觉得是做人的问题 而且现在外面啊 几乎我在南部都跑过很多骂 当然都骂马身边某一个人 没有人不骂 嗯嗯 这就他是挡救他一个人 这就很妙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很有意思 大家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但是从刚才啊 几位的一个发言当中 都好像觉得说蓝营的支持者 说不爽 不爽是什么 都是因为你马英九没照顾我 好像的感觉都是如此 但是这是我们对马英九的要求吗 我我们不是国民党员 什么人我们就是个选民 我们是要看马英九 你有没有照顾好国民党吗 对 他这个你讲蓝营支持者 要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所谓的政治人物 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一般的选民 那属性都不一样 政治人物啊 老国民党都是这样子 就是分赃政治 论功欣赏 你得到天下就要论功欣赏啊 结果马英九当 论功也要欣赏 结果当初啊 马英九自己当选 得到天下 他认为说靠我自己的人气 还有我身边的几个文宣啊 几个文胆啊 还有这个年轻人这一派的 得到的 跟你们这些老的没有关系 你没有资格来给我论功欣赏 所以说会产生这种情况 老一派的人很有意见了 很早以前我们就在讲国民党是个烂党 这个烂党这个毛病啊还在 民党是个乱党 但是我们现在讲到我们个别支持的 这个蓝营的这些基层的这些 会投票的这些 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 他们是求全责备的 他是容不下你一点的瑕疵 就你没有做到 因为你以前做得太好了 包装太漂亮 笑起来多灿烂啊 然后啊 那个我马上我准备好了 这个广告做得多好啊 结果八八水灾 马上曝光了这些 曝露了这些问题 所以日本的那记者讲了一句话 他严先看了马英九 充满了活力 充满了自信 延迟犀利什么 八八水灾之后看到他 一脸茫然了 到现在呢 讲话又非常谨慎 生怕得罪人 其实马英九在这次十八拳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获得的 党代表的待遇 其实是比较冷清的 热情也没有再像以前 那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啊 到底是为什么 到底党代表们到底是不满些什么 其实吴伯雄荣誉主席 他有讲过 讲了这一段话 这段话倒是 给了大家一个答案 我们来听听看 在这几年 也许是期望太高 也许是爱身择切 有很多事情 我们不满意 有很多人 我们也不满意 但是这些不爽 在国家的大事大非之前 都可以放弃 听得懂吴伯雄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吗 廖老师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解读一下 老大好像想说什么 我想他说期望太高 当然他也是站在一般 刚才选民讲的 因为就是在2008年 回来执政的时候 大家都说准备好了 但事实上这个执政的过来 是颠颠勃勃 所以这个期望太高 代表人民 然后说爱身择切 那这恐怕这个意思 也代表一些蓝色选民 也代表他自己 因为其实这中间最大的不爽 我觉得从吴伯雄的角度 是2009年 他是一个盛选的党主席 是把马英九送到 总统宝座的党主席 是带着大军 是赢得历史上 最空前的一次战胜的 一个党主席 但是2008过后 2009之后 那就请他退位 退位以后 就接了这个党主席 我想这种 心理的情节 很难是完全释怀 那当然也说 你当的话应该做得更好 可是在立法院的 很多的事情的推动上面 也没有更好 我想这是他说的 他自己的痛 也说到看到立法院运作 但是这背后 其实还有很多的故事了 可是真的 一般选民来讲 我管你吴伯雄 有没有啊 没错 是怎么样啊 你们这些 自己家里面 闹的这些事情 我管你们 但是马英九 有没有做得很好 这点我是必须要看 你们党内对马英九的评价 吴伯雄你今天讲的话 如果说你不爽 是因为马英九做得不好 你们党 国民党就应该有责任 把马英九换下来 但是今天你的不爽 如果只是因为 他没有照顾好国民党的人 那请问跟选民有什么关系呢 那请问跟选民有什么关系呢 你的不爽代表了选民的不爽吗 我觉得会有这个疑问出现 老大爷 我觉得这是很多党代表 对这个党对他们讲的 就是鸡乐 留着无用 占气质可惜 所以还来千个道不参加 那么对于马英九 就是你也没有办法 有人取代他 但是吴伯雄 讲这句话不重要 重要是整个大会会场 掌声最高 就是吴伯雄 前面对某些人不满 那个人不是马英九 就对某些人不满 这个东西都大概是党生 因为我有一个专门的助手 整个在那边监看 回来又跟我做 所以对有一些人不满 对有些事不满 对 所以这是不爽 那就是党内的事情 是这样子的意思 对不对 那这大家的共鸣 最起码是党代表 大家一个共鸣 因为你不听 你根本就不听基层的声音 党代表是党员选出来的 那这个国民党 根本就没有顾虑到 所有广大的民众 到底在想什么 你们只看到 你们自己党内的利益 跟自己的位置 有没有被照顾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也不要这样子 但是政治人物 是比一般人丑陋 但你也不要认为 很多党那个是 我们自己干过党工 有的党员是很有理想 很有那个的 他是代表 你不要笑成这个样子 我可以告诉你 我这一生我干过党工 我不算是好的党员 我现在不是国民党党员 但是我真的是碰过很多那种 真的是很心思热忱的那种党员 这个是绝对党员 党员有些素质 绝对比你们掉到一句高了 我们待会回来再看 其实亲民党也要 也认为说 因为现在 马英九的这个 没有以民为本 所以他们也觉得说 这个事情 连亲民党 他们都看不过去 他们要重新的开始 我们待会回来 by bwd6 MING PAO TORONTO